幹嘛 一名啊 我們現在那個 台中市費率計費啊 轟轟轟轟轟轟轟 這個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火火料 湯比魚更鮮 一碗七三天 他說不當一名我們就喊 當掉你 早安 現在我開車出門要去再純潔 因為純潔今天要去看牙齒 但他本來要騎車去 在公運路那邊要騎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他騎車很慢 大概要四十分鐘 所以我想說我下午沒有試 然後剛好剪完片了 所以呢就 帶他去看牙齒 開車載他比較舒服 這怎麼了 好像是那個車位在上面耶 車位上面低的 因為剛剛還是濕的 我昨天就有點濕 他剛才去城中耶 是喔 剛才是約今天 然後檢查到下次十二月回來 咬齒 幹嘛 你啊我們現在那個 台中市 飛綠積沛 飛綠積沛 死啊 飛綠積沛 喔 叫人下去死 這樣是不行的喔 嗯 這樣是不好的行為喔 這樣是不好的行為喔 會被懲罰的喔 被誰懲罰 上天會割喉嚨 割舌頭的喔 知道了嗎 最好是 北七 現在要去 看牙齒 最可怕的事情 最幸福的事 最幸福的事 那是用完的時候才有幸福的感覺 等過你的 喔 對 在弄的時候很可怕 對 生不養 對 把很多顆牙齒 所以你有縫嗎 有啊 幹嘛 今天的範圍太大了吧 剛剛我去停車 淳姐先下車了 怎麼運氣那麼好 沒有 即將進手術室的感想 很恐怖喔 每次來都覺得很恐怖喔 你都不會嗎 我想一下 對啊 我之後那個 指牙的時候 很害怕 對啊 指牙的時候 我覺得 就很像在做工程 有沒有 哼哼哼 你有這樣子嗎 有啊 一直敲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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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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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還知道 喔 也在睡 春春 換你了 好可怕 春春 拜拜 我每次覺得我 弄完之後 就覺得好像打腎臟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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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丑 不知道是女生的關係還怎樣 就覺得蠻昏忠的 哼 而且她都會一直說 會通往跟你講 對 一直會 加油加油 加油 被一直給你情緒加血 她會不會這樣子 加油 加油 其實要把蓋子 然後加油 其實要反白眼這樣子嗎 她是智琳姐姐 不是啦 智琳姐姐會說 加油 對 你沒有來看牙齒 還不知道有這麼多吃糖 你知道嗎 幹嘛 很醜 哇 你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樣子嗎 什麼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衝冠 我也是啊 我很大耶 吃兩天很涼 對啊好冷喔 要開始衝外套 我們剛才本來要去吃一間火鍋的 然後我們就路過了一間 之前就看到很多人介紹的 竹間酸菜魚 我剛才這樣問我這邊講 好像動漫店 對 因為它裝潢非常可愛 像漫畫的那種風格 然後它又是粉紅色 就是非常繽紛的顏色 我們就沒有去吃那間火鍋 半路找停車位 然後就去吃竹間酸菜魚 之前酸菜魚剛有名的時候 就是雕名非常紅 然後進來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竹間酸菜魚比雕名好吃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就想說呢 可以來試試看 幫大家猜猜看到底 竹間比較好吃 還是雕名 還是酸名 最好吃呢 酸名這樣 負當漁民 而且它是無人心分布喔 它把它用得很像一個總布的感覺 我們已經進來了 然後它這邊的鍋底蠻豐富的有五種 因為雕名就只有番茄跟蒜菜而已 我記得 它這邊有酸菜番茄 麻辣雅血豆腐 跟海派西蝦湯魚 還有雞稻米太子那些 它這邊還分大中小 因為我記得 雕名那時候 中跟大 但我很不理解 什麼叫中跟大 沒有小奶奶的中 對 就是小跟大而已啊 無實在那也是啊 中杯跟大杯 然後我每次說我要小杯 他說你要中杯 說我要小杯 好帥 剛才看有人點小的就是 很像一般吃火鍋 那種一人份大小 它這邊其實移到兩個 所以我們就想說 多吃一種口味 我們就兩個都叫小的 一個叫蒜菜 一個叫海派蝦湯魚 然後還有另外點了這個 涼拌菜 它有一些火鍋料可以夾夠 但是我們很想說 等一下吃不夠再夾 餐具都很可愛 是你會喜歡的風格 番茄風格 動漫魂 所以你今天點了冬瓜檸檬 我點了奶茶 它是橙皮跟洛神 對 就跟那個刁米一樣 你想要喝甜一點 就是把橙皮放多一點 它味道就比較重 不會那麼酸 像是甘甜 對對對 就不會那麼酸 像是那個動漫店看嗎 像是瓦爾咖 我以前去刁米 我想說為什麼他們要賣奶茶 就是怎麼會這樣大 但是刁米的奶茶真的太好了 真的嗎 它菜單上面寫生雞奶茶 那個鍋是同一個集團 所以他們兩個都賣生雞奶茶 通常喝 我來喝喝看 我們去 我們去那你真的就是 這時候他把它關掉了 讓我喝喝看它跟生雞奶茶有什麼差別 它有點類似生雞奶茶 但是它比較淡然後比較甜 生雞奶茶是那種很濃厚的 你看你覺得你喝下去有加很多奶精的鮮 因為有加一點鮮奶 就是會醋醋的感覺 那這個是比較順一點 這就是茶包感 喝起來比較黏的感覺 海派蝦魚湯 湯比魚更鮮 一碗精三點 吃肉館了喔 等一下他來的時候我就喊一次 真的你要跟他一起喊嗎 貂蜜我也喊過啊 喔真的喔 有啊他說不當漁民我們就喊 當貂蜜 這好像都是海鮮的這個酒孔 然後魷魚 好啊 裡面好多丸子喔 我會希望他多點魚不要那麼多丸啊 對啊 我要吃圓形 有啊丸子是圓形的啊 還有啊 丸子是圓形的 我說的圓形是 吃飽對 你不像有這樣在海鮮的Style 嗯嗯 它不會讓我覺得是有那個魚那種 就是那種 有多料的 對 我真的要給它吃起來像這種外皮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味道蠻香的 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這個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火鍋料 就當成 看來是冒煙 對 這個很燙欸 這個淋到飯上面就冷掉了 我剛才請大家幫我們處理那個 蝦糖 因為這是 溫的 跟酸菜魚差很多 還不錯 麻感 花椒米比較麻 然後它是辣的感覺 花椒米 不知道可以堵 椒米比較酸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酸菜魚就是 普遍的人都可以接受的 因為椒米 真的太麻太辣了 不敢吃辣的真的沒辦法吃 然後這個就是 小辣 然後胡椒感比較重的感覺 嗯 呃 陳姐說可以不用點 對不用點 不知道她想不要打死 究竟是台式還是韓式呢 然後我們重新煮一份了 剛剛真的是滾到不行 這樣才對啊 這個你覺得我 我有辦法一口喝湯 剛剛放了一分鐘我們就直接喝 而且東西熱的吃起來口味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它的海鮮都算蠻新鮮的 雖然它紅紅的但它不會辣 早大 早大 早大早就知道 我會跟我們都沒跟他們今天吃 啊 我真的覺得它丸子太多了 但是真的把我們剛剛那鍋加進去 越吃越多變又火了 我好 可能沒辦法把我們去夾了 因為 我們吃了有口水了 所以它就把剛剛三一鍋的丸子 全部都夾過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丸子哦 知道嗎 好像好吃耶 漂米的酸菜比較大 比較爽 咬下去 然後很酸很酸 這邊最大的就是長這樣 沒有說哪個好沒有不好 看你自己喜歡吃哪一種 然後我跟純姐是比較喜歡吃有口感的酸菜 吃飽了 飽了 因為我們一人吃一碗飯 那你覺得如何呢這一間 如果跟刁民比的話 如果是酸菜魚 我覺得 刁民比較好吃 我也比較喜歡吃刁民 因為我很喜歡吃很酸的東西 他也喜歡吃酸的 我覺得酸的 酸菜魚就是酸一定要比辣多 不然就叫酸辣魚 為什麼叫酸菜魚 對不對 然後他的湯底就很像 其實很像一般火鍋的湯 對對對 你不會覺得他是很下飯 或者是很特別的東西 對 刁民的感覺就是你會覺得 哇他真的是 你平常吃不到的東西 他就是酸菜魚 對 就是我們想要吃那種酸菜魚 對然後非常的重口味 重點是很麻又很酸 對因為我去吃別家的小火鍋 我有點過酸菜魚 他就是一般的火鍋湯 那種感覺 他就是像 然後也沒有說不好吃 只是他就是沒有 像我們以前說酸菜魚那種感覺 對特別感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魚湯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他的海鮮都蠻新鮮的 對我覺得他的海鮮蠻 蝦也很好吃 然後重新煮過之後 變比較熱的時候 整個風味又不一樣 對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幫大家吃吃看這個 竹煎酸菜魚 剛才這張吃是1200塊 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讚 記得追蹤到網站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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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